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以股票学来说 应该叫做白武士 是可以这样说的 因为如果是黑武士 就将它的企业拆骨再斟 对吧 这么厉害? 如果是白武士就要救回它 就像H&V那时候也是有白武士救回它 如果是黑武士来说 做一个企业转型的都是一个例子 不过我们可以再分开一个题目 再深刻地说 是可以 是的 我首先想说 就是他这个 首先为什么会说 香港的电视台的 营运会这么艰巨 就是电视和电台 为什么 你觉得为什么 会不会和人财有关 现在Mini就是说有线 其实你觉得有线 为什么他说 他会有什么困难 经营之处 搞到后来又说没有资金 又不逐牌 你觉得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有得选择 有得选择 香港的电视台应该是没有什么选择 不是电视台有得选择 是观众有得选择 那也是 因为其实有线 他本身是做一个叫收费的电视 其实你问我在香港来说 收费电视模式有没有做 其实是有的 因为如果你的节目质素真的好 其实我自己觉得 譬如有线的新闻台 他们的节目真的做得很好 很出色 还有我有个朋友的哥哥也做的 所以看到他们做的那种认真法 相比某一些电视台的人 那些新闻 把最不好的东西都提出 他没有把整个故事提出 我觉得有线在新闻方面做得好 但是其他节目的方面 例如Rita 你也说过 之前他们在体育方面 都是集中货力的 没错 譬如有线 在90年代到现在都好 他们都是主张体育比较多 是的 因为为什么会有收费电视呢 你如何才能吸引到别人去买你的频道 不是因为我有个娱乐台很好看 而是因为一些很世界级的盛事 例如英超、以甲、德甲、F1、网球等等 有世界杯 是的 世界杯也可以这么说的 但因为世界杯是四年一次 我没理由因为四年一次逐个去买 那也不要这么说 谢理 你也可以英超、欧冠、德甲、德甲 那你一路排下去 刚好四年又回到世界杯 是的 我的意思是说 台队不会因为它有世界杯而我看 但反而如果它有英超 我会去买 因为英超是每个星期发生的事 但是因为英超 他们的台队的收费 等一下谢理 因为我觉得你说这些杯赛结束了 又要再提出一个联络 我都很乱 所以这么混乱的场面 是不是等于一个友善要面对的问题 也是的 因为现在Vita在说的 那个逐约的问题 因为其实一两年前 没有记错 就是说有一个友善的用户 他想剪掉友善 大家相传网络就说 你想剪掉友善是比登天的 不是的 你去海盛路拿着一把剪刀 好像可以做 不要这样 千万不要这样 Vita说上次的案子 有个友善真的做了一些不好的事 不会鼓励大家做的 他真的 各位观众千万不要模仿 对 他说的 他说出来 有个人拿着剪刀 还是不知道 做一些不好的事 后来被警察 在友善大厦 就拿走了 捉走了 这宗新闻有线 有没有自己报复 当然有 自己报复 他们的新闻 真的有编辑自主的信 我是真实 以前 是的 我也相信 言论自由 和新闻自由 高度的自由 会令到电视台好看 是的 所以说的是 逐约的问题 首先他一定要固定客户 所以 我不知道是否有些高层 就想了一条条 就是 等他们剪刀的时间 就会困难 不是不行 是固定 因为他要快速 你去到他的台面前 你都不可以剪刀 你还要再快速 这个令到客户 那么烦 有些客户真的是这样 算了吧 第一 为什么他要固定客户 是因为他在90年 破天荒的高价 当年在90年代 买游英超的赛事转播权 是很贵很贵的 其实是这样 那些杯赛开罗之前 好像在街上都有 拉布那些 二拉布和二拉架 是 没错 而且你真的要用Full Fair 最贵的那个价钱 才可以看到你的杯赛 那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首先第一 是不是真的有人这么贵 去买那一体的频道呢 我相信我们MIHK的观众 都会有的 但是就算好像我很喜欢足球的借理 我都不会写得这么贵 去给可能几百元一个月 是为了看每个星期四周 即是一个月四周英超 即是总体来说 不过我想问一下 谢理兄 你觉得香港的观众 普罗的观众 会不会这么乖 这个另一个问题 因为现在他在说道版的行为 因为其实 就是踢川来说 你上网其实你打英超Live 可能在其他网站 甚至乎YouTube都试过 有人播过的 又或者直接是杯菜开乐的时候 我们大家去约上一群朋友 去酒吧喝 是的 那这些是在酒吧 其实也不是的 因为如果你想在酒吧 申请电视牌照 其实是要比较较高昂的价钱 因为他预计了你 去播放 令到你的客人看到 而且也显生了一个问题 就是警察会去执法 我记得当年 执法 对 因为他是要有牌照 就像你所说 要有牌照才可以在那里 转播一个杯赛 而去赚钱 是的 其实我们今天也是 集中说 我先说过的就是 首先第一 他要面对客户 譬如合约完了 做不做 第二就是 他用一个超高价的价钱 去投资那些 英超 欧冠 甚至如Rita所说的世界杯 那赛事究竟值得去投资呢 其实在之后有线 在90年代就很威力了 得英超得天下 但是其实 在后期 好像在07年开始 其实NOW TV 都已经取得了 英超的转播权 我们当年是以石破天惊 来形容这件事 是的 因为当年NOW TV 没有记错 在07年投资的那个 当年的价钱好像是 16亿的港币 即是当年是很夸张的 以及以技术层面来计 NOW TV 当年是有一个 网上的 流行的技术 去达到这个 他又不需要 投资一些 基础 这件事完全变成 一件IT的事 是的 而且你知道 互联网上有很多 例如如何 立体英超 其实我也不太在意 但是呢 就算强原NOW TV 用了这么高的价钱 你知道当年 他用了16亿的价钱 你猜他那三年后 在英超赚到的钱 是多少钱 不知道 我没有记错 如果有些什么听众 你想糾正我 欢迎 没有记错 好像是四五百万左右 三年的投资 16亿 回来的返回 所以 你想想 那个电视台 那个收费的电视台 那个经营模式 是真是极之困难的 嗯 我们怎么说 在这个 股票学上来说 真的以四两拨千斤 四五百万 可以投资到16亿的一个项目 不是 他是用了16亿投资之后 赚回来的钱 可能是16亿零五百万 倒转四两拨千斤 是的 是千斤拨四拨 没错 证明是谢利卿有听我说的 有 我看你的节目的 你不是财产365的主持 我铺一个懒惊 你有多成功 非常好 那好了 收费电视 先说了有线 还有NOW TV NOW TV 那个营运模式 都是以新闻 比较主力 但是也有其他体育 甚至乎现在没有记错 好像还有英超 因为他和LOW TV 乐视电视一起分享 没有记错 NOW TV 也是面对了 体育台的问题 另外 其他自家制的节目 甚至乎UTV 他们也是兄弟 所以他们那个节目的模式 我觉得也很影响到观众 去看不看你的节目 我觉得他们比较把一些电台化的节目 放在电视台做 是的 具体是怎样的 好像我们这个MIHK 其实摆明是一个电台 只是把电台 大家有东西看看 而已 就是电台变了电视台 这样的模式 我觉得这是一个优势 第一 即是你说现在这个 trend 就会这样走 未来的日子 所以我们已经走了 所以 但是如果你是将 我想突显 MIHK是先走 整个industry 一大步 也不敢说先走 不过我们也是 走前一步 但是如果你是把电视台 的照片 放在电台的模式 我觉得就不是太好 哦 这样 就变成了不吸引 怎么说 它的成本制作来说是低的 对于譬如NOW TV 它的预算是有限 因为它上算是一个小台 所以我不是在说 你看回它的广告 你这样是否吸收到 这是一个问题 如果你的节目本身 不是特别吸引 可能我放在商台 商台人多人听一下 架细堂 以前的 早霸王也好 在晴朗的一天 我放在那些就更好 因为那些摆明 一定会有一个 稳定的听众 你明白吗 我明白 那我把钱本来放在商台 如果你把电台照片 放在电视 所以我觉得 好像ATV那样 为什么ATV到最后 会终结呢 当然它本身没有什么节目 而那些节目 全部都是把酒当歌 全部都是坐我们的 就是有两个在一起聊天 但是我们电台 电视台化 我觉得这就是死路 而且它没有自己自家的电视剧 即是重演了阿士的历史 阿士 为什么他死了 最大的问题 他本身没有明星 没有品牌 没有广告 没有广告是死罪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 曾几何时 我们的时间 历史上 出现过一大堆明星 只不过是 全都过了TVB 没错 就是凸起这个无线的威力 因为TVB 一拳独大 一台独大 当年 现在也是 但是我听过TVB 其中一个艺人跟我说过 亲口跟我说过 因为以前是港台同事 姓梁的 他跟我说 TVB是这样的 我喜欢是进修天下精兵 但是不用 他用这一招 是来 就是加强自己的实力 这个是不能厚非的 但是呢 另一方面呢 我就不会特别在意 我有多少精兵 没有所谓 我今天要出这个 今天要出那个 有些可能在另外一台 簽回来 但是他又没有什么发挥 其实我觉得 林伟臣是一个 比较好的演员 但是他在TVB 我自己觉得他没有什么发挥 你记得他拍过什么电视剧 不记得 就是了 但是你认识林伟臣 但是我知道他是雅少演员 对 但是你不会想到 他在TVB有什么剧 令他出名的 对 这个就是其中一样东西 所以 杰理兄 会不会说 我带到一个情况 就可以用一些行政手段 令到某一类的明星 不可以上镜呢 哇 这个是另一样东西 因为其实有很多时候 为什么说TVB ATV会没有明星呢 因为当年其实有很多的明星 都喜欢上TVB 不用说了 但是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就是说 如果去TVB以外的电视台来说 电视台来说 他不是写明的 他说 不成文规矩 就是说 不可以说广东话的 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电视台的 其他人想拍一些明星 除了TVB之外 全部人都是用国语的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 ATV不用说 更加是不可以上镜 因为一上一上ATV 首先第一 你会给TVB 可能会有警告你 然后又会说 可能有一段时间 你不能出镜 因为以前有些明星 真的出了之后 是说明的 跟传媒说 我收到警告以后 不敢做了 謝天卿 除了你说 他有他的权力去控制 某一类的明星上台 说什么语言之外 他好像对这个乐坛也有些影响 哇 乐坛这些事情更加是 因为当年 TVB也是跟四大唱片商 罵犯了 噢 因为当年 这个也是有短股的 虽然我先说的 全部都是以前的政策 我不知道 现在有新人士 新作风 或者是新上场的人 会否改变了一些政策 我就不知道 不过我们稍后 可以继续跟Rita说 究竟当年TVB 跟四大唱片商的爭拗 究竟是什么回事 我们稍后再见 经错过我们精彩的节目 现在上来这个网址 就可以订阅我们八大频道 付费之后 还可以充满所有精彩的节目 记得要订阅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和赞好我们的Facebook专页